这些是所需要的工具 这次没有想用缝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不用胶 然后它会搭配一个小的刮棒 算第一次使用吧 虽然买了有一段时间 然后这一个的话则是8x25 然后是4片 我是用一样的图案啦 如果你们想要有里面不一样的话 可以换两个两个 那我们就开始吧 GOGO 所以我觉得画正面比较好 像这样 然后我是用这个 粉笔嘛 就这样刮 折进来之后刮一刮 4个都要刮 4片 1 2 3 4 都要刮 先收边 那就是涂带的这上面 抵上去之后 用刮刮刀刮瓶 折起来 刚刚 用的地方 先用好头尾 再用中间 比较不会跑掉啦 好 等干 好 这样封边封好了之后 大概这一段的拉链 这一圈 正面 贴上去 这一圈先贴上去 这是一面嘛 那另外一面的话就是 背对背 然后贴上去 背面就会比较好贴一点 因为你可以对齐外面这一个框框 那记得这两面先不要贴到喔 就这两面先不要贴到 这样等一下才可以 正对正背对背 然后另外一边的拉链也是这样做 黏好之后 正对正 然后背对背 就是 黏上去就对了 从拉链看的话这里是 外 外面 外面就整个黏死 然后里面的话要留反口 这里如果可以能夹起来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这边有拉链比较容易松脱 我觉得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用缝的 因为这边 用缝的会比较好处理 用贴的就会有 贴不稳的状况发生 这边 然后 现在就只剩里面这一个 像这样 一样对着 0.5公分之后 贴起来 然后我发现 这个胶最好用的方法是 你 用韵斗烫一下的话 它会比较快干 如果真的慢慢等它干的话 会有一点久 那我们就 我们就来做最后一个步骤吧 然后我的是这种小韵斗 就把它这样压一压就可以了 15秒到20秒左右 登登 这样就完成了 虽然有点软啦 因为我里面没有加成 虽然有点软啦 但还蛮可爱的 这里应该有一些东西 要不然拉链一拉过头的话 就会跑出去了 粘了一个这个 然后把它要挡在这边 怎么加都可以 但就是不要让 拉链跑出去就对了 好 那我们来加上去吧 那我们就做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啦 因为第一次用这个胶 但我觉得已经算不错的了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真的没有风线 这真的用力一下的话扯不开 但应该要等它再干一点 全部用韵斗烫个15到20秒 可能会 更加黏固一点 这样就可以放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布大家有发现吗 其实是米奇的 超可爱的 然后选一个黑色是为了想说 放餐具 怕 如果脏掉的话 好像也不会太 比较不会太伤心 第一次挑战不用缝啦 但我个人还是喜欢缝起来的感觉 因为 有那个车线 感觉比较美 那就推荐给你们啰 这种 另类的做法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这边还有其他推荐影片 那就这样啰 安妞 闭心 那么 嗯